中国乒乓球有多厉害 没人比我更清楚 你们最熟悉的那些大魔王 王楠姐 伊宁姐 还有刘舍文 丁丁等等 我跟他们都交过手 怎么说呢 他们确实很厉害 而我很励志 我每年都会来中国训练 我的教练袁姐是个东北人 我的普通话就是她教的 但是我一开口大家就笑 我还纳闷 这干啥呢 没办法 东北话太洗脑了 每次训练要回国 我每次都得好好捋一捋我的日文 来中国这么多年 中文班没报到 差点报了日文班 我发现用中文来 训练乒乓球特别合适 比如说拉球 日语只有拉这个字 但中文能分得非常细 拉球有勾 有撇 有钓 各种不同的技术 还有搓球 削球等等 非常难 有时候练得不好 袁姐生气还说我呢 信不信我削你啊 我说袁姐 你先别削 你先拉我一把 中国平台有句话 流水的大魔王 铁打的非爱 这体现了大家对我的喜爱 非常谢谢 但大家可能理解不了我的心酸 四代大魔王 哀歌出现 我奉献节 横跨了我整个运动生涯 不是我狂啊 但我真的很想跟他们说 你们能不能一起来啊 这么多大魔王 我最怕的是南姐 有段时间 我比赛 抽签总抽到南姐 我跟她说 南姐 我怎么才能不抽到你啊 她给我了一个信用钥匙链 然后我就真的没有抽到南姐了 开始抽到张一宁 林姐了 这什么信用钥匙链啊 南姐是给完我一个 防守给了林姐十个吗 北京奥运 我对着林姐 被一路吊打 打到0比9的时候 我心态都快崩溃了 然后林姐不小心 应该不是不小心 就是故意的把那个球 打到那个桌子底下去了 我才终于拿了一分 怎么说呢 林姐是用了十分的工运 给了我一分收获 我来中国修炼这些年 交了很多好朋友 我非常感恩这段经历 中国乒乓球很开放 很包容 大家都没有把我当外人 把我当朋友 当情人 限制 把我当成国家队的编外人员 总之没有把我当对手 交给了一个小孩子 我们下车都没拨 那我就不努力了 我那 fallen了 我现在就能够 剪成 鱼